嘿,大家好,相信你们都看到了新闻吧? 没错,VIX指数最近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想知道这对股市意味着什么吗? 别着急,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大家好,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聊美国股市最糟糕的恐慌时期是否已经过去 以及从波动率指数VIX来看美国股市是否已经触底 VIX指数,也就是常说的恐慌指数 本周早些时候飙升至65.73,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这次飙升主要是由经济衰退担忧和一些糟糕的就业数据推动的 不过重点来了,从那以后VIX指数已经暴跌至27.71左右 周五更是下跌到20.37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像Fanstrat的Tamuli这样的专家认为,这种疯狂波动可能表明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从历史上看,VIX指数的快速下跌往往会导致股市反弹 你表示,VIX从646跌至27是一个积极信号 进一步表明这是一场增长恐慌,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已经过去 并不普通说,VIX的正常化证实了过去一周的股市暴跌并不是一场系统性危机 收盘时,VIX下跌28.2%,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单日跌幅 仅次于2010年5月10日的9.6%的跌幅 而当天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发生闪电崩盘后的第二天 在短短几分钟内暴跌约9% Fanstrat周三发布的新报告引用了上周五的评论称股市可能在本周触底 当时VIX在三天内上涨了65% 请注意周一VIX的再次飙升65% 标普500指数创下两年来最糟糕的一天 该公司的研究结果显示 自1990年VIX推出以来 VIX曾九次出现三天内飙升超过65% 并收于25水平以上的现象 在其中近一半的案例中 股市在短短几天内就触底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 实现了7%的三个月平均回报率 胜率为100% 李在周二给客户的视频更新中表示 每当VIX指数出现这样的飙升时 有一半的时间都会处于下跌的尾声 并在两天内触底 因此我认为今天开始的反弹 就属于这些参数范围内 卡森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瑞安德特里克周三对商业内幕表示 当VIX经历如此迅速的下跌时 股市往往会在未来出现可观的上涨 VIX指数昨日收跌于10点 这非常罕见 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2010年5月的闪电崩盘 2011年8月的美国债务评级下调 以及2020年3月之后 这三次都是投资者的利好时期 一年后 标普500指数每次都走高 平均上涨37% 德特里克说 这张图显示 VIX和标普接直到2024年8月9号周五月线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1.8月5日周一 VIX指数盘中飙升170% 达到65.73点 创历史第三高点 此次飙升发生在日元套利交易大幅平仓之际 VIX唯一一次达到更高水平 是在2008年10月金融危机期间达到的 89.53的峰值 以及2020年3月新冠疫情期间达到的 85.47的峰值 3.但自周一创下历史第三高点 以来VIX指数已大幅下跌 从65.73跌至周二的27.71 从峰值到谷底下跌了58% 周五更是下跌到20.37 从图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下面的现象 1.2008年10月金融危机 VIX到达历史最高值 5个月之后 标普才触底 2.2020年突发疫情 VIX到达历史第二高点 只一个月之后 标普才触底 3.2024年8月5日周一 VIX到达历史第三高点值 是否当天标普已触底 只有随后的市场才能给出答案 4.我在2024年6月28日的视频中 讲解如何利用VIX指数找到股票买点 对理解目前的视频会有帮助 5.结论 VIX到达最高值和标普触底一般并不同步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次是否会不一样 展望未来 低利率可能会进一步提振市场 如果美联储像预期的那样降息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强劲的上升势头 所以现在是时候恐慌了吗 也许不是 保持关注及时了解最新信息 投资愉快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具体细节 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Discord群的链接 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